如果说是微光时刻的话 我想还是在拍《我要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应该是拍《鸟明英》时候的一场 我和几子对视的戏 就是有一种刹那间万物有灵的感觉 就是一下子内心有很深的触动 拍第一部片 第一个镜头 坐在导演影上的那个时刻 因为工作人员把椅子拿来 我甚至还问了一句说这个椅子是很闲的 那一瞬间对我来说其实挺重要的 应该是跟我哥喝酒的一场戏 跟德福喝酒的一场戏 回味无穷 觉得这场戏对于我来说 是我需要一直去保留的一个状态 不知道为什么当你跟我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脑海里始终想到的 是一个好像无足轻重的时刻 它大概是两三年前在青岛拍的一个戏 那是我的家乡 我从驻地区到拍摄现场的游路上 就一直在想在开机器区上 要跟大家讲一些什么 可能那个时候还不知道结局会是怎么 反正那一刻我觉得有些什么东西改变了 剧中的我要离开居住了很久的城市 三个小姐妹带着我开车 去跟我的小学说拜拜 然后跟我的初中说拜拜 然后我们又一起去到海边 一起祝我生日快乐 这么一场戏 就有一场戏他们两个人走在那个 周山的那个大坝上 那一场其实不是在剧本里的 是一种完全记性的创作 但反而我觉得它保留了一个 电影的质感和味道 但是详细的戏